夏克利跟黄嘉谦离婚官司风波延烧 日前他发文表示由于在加拿大若遭指控家暴 不用证据就会被关 因此出狱后长达三个月时间经济状况受到影响 早前夏克利说自己赚钱都要上缴给黄嘉谦 而黄嘉谦一年只给他60万元 还逼他买一间价格230万加币 原型台币5445万元的房子 目前需要黄嘉谦点头并签名才能卖掉 处境两难 但黄嘉谦有人卓却出面指控 夏克利明明很富有却装作身无分文 在温哥华还有三栋房对外延很大 夏克利不满表示 我认为当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时 有权利的人还要欺负我 这是不幸的 我感到很难过 因为一家大型媒体愿意让某人的朋友称我为骗子 并说我现在非常富有 并且没有经济困难 所以我必须详细解释我的个人财务状况 这不公平 他不负责 我没有时间回应他每一个对我撒谎的朋友 这很累 我还需要工作和睡觉 我和我所在的时区相反 他也认为 因为他们诽谤我 我被迫公开我的财务状况 这是非常尴尬的 你撒谎说我做了一些我没有做过的可怕的事情 让我在20多个月里远离我最珍惜的人 这已经够糟糕了 现在你强迫我解释这一点 最后还预告将推出影片反击 你如果你是中国时报 你跟他写东西 我说我在考虑怎么告你 有人说 可是你有任何减据吗 然后我就开始送给他们一些减据 就是我的负债 我的贷款 我的 我说我有减据 我可以给你看 可是那个人 一定是没有减据 因为他讲的话都是假的 说我 我很多房子 对 我有很多房子 因为我老婆离开之前 他逼我买一个很贵的房子 原本要把旧的房子卖掉 等我搬进去这个房子 可是他去抓 让我被抓了之后 我就已经买这个很贵的房子 200多万加币的房子 我原本的那个房子是100多的 然后我要把它买掉 为了可以付掉这个房子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那个利息 后来发生什么事 他被我抓了 抓了之后有离婚的房子 我没办法卖掉任何的房子 因为离婚的关系 大概加拿大是不能卖掉房子 所以发生什么事 我有个200多万的房子 加币 然后我不能卖掉另外一个房子 我要付这个房子 所以就变得我要去 两个银行 人家两个贷款 我一个月的利息而已 要给银行 这超过9000块加币 他说他看到价钱 我有伤 好 你有给大家看监据吗 没有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他从来没有问题的 至于家暴部分 夏克力先前表示法院 已对家暴的部分撤销 指出黄家迁控诉不成立 然而黄家迁的友人 却说看到黄家迁传来受伤照片 当场难过的哭泣了起来 双方各执一词 对此求证夏克力 以及黄家迁双方均 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嗨 大家好 我是武动 谢时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是欧巴桑 邓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 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地新闻网 祝三地新闻网 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更多的现歌 就在这里